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爆笑双播小说 我的微信连三件 作者 狼烟 演播 幻音空 妙儿姐 后期 聚姐 第136章 不服 你咬我呀 哎呀 您就是白经理吧 林海一把差点把白池就拽在摔地上 脸上却露出了讨好的笑容 沉颜见状一惊 随后便反应过来 略带感激地看了林海一眼 同时对着白池横眉冷对 就是你要跟公司谈供应材料的事情吗 白池被坏了好事 自然不会给林海好脸色 仰着鼻孔说 对呀 还请白经理多多关照 我们现在有固定的供应商 不需要你的材料 你走吧 白池不耐烦地一挥手 妈的 没有你老子都已经摸到那肥肥屁股了 现在还想和自己谈生意 想得美 沉颜在一边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他虽然只是个前台 但是也知道 公司有个供应商 因为家里有事 前段时间刚刚回老家了 公司现在也正在寻找新的供应商接替 现在白池却连问都不问 就让林海走 沉颜一想就明白了 肯定是林海刚才帮了自己 惹恼了他 受了牵连了 白经理 我提供的材料 和别人的可不一样 我敢保证 让你们公司的销售成倍的增长 我这个都他妈说了 让你走 听不懂人话吗 滚 白池蛮横的就把林海的话打断 白经理 咱们公司不是正在寻找供应商吗 沉颜终于忍不住了 在一旁插嘴 白池诧异地看了一眼沉颜 公司的事 我说你一个小前台跟着插什么嘴呀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该干嘛干嘛去 林海心里也来伙了 白经理 你连听都不听我说说是什么材料 你就让我走 是不是对公司太不负责任了 妈的 你算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 我白池才是这个公司的经理 负不负责 用得着你来废话吗 赶快给我滚 不不不是 你叫啥 老子叫白池 你怎么了 你就是一个白池啊 果然是白池 这名字起的 对得起你的良心 林海朝着白池竖了一个大拇指 转身就走 江南市又不是你一家化妆品公司 哥哥上门给你送财神 你都不要 哥哥我都不惯着你了 你骂谁白池呢 林海想走 白池不干了 这里除了你还有第二个白池吗 靠你大爷的 你他命的敢 啪的一下 林海上前就一个嘴巴 把白池扇了一个亮相 闭上你的肛门啊 你 你怎么打人 白池捂着嘴巴 一阵好叫 啪的一下 又一个嘴巴 打了 怎么了 不服啊 不服你咬我呀 你 你 你 白池抬起手 拟了个半天 但是一看林海的凶狠的眼神 愣是吓得没敢动手 保安 保安呢 保安都死哪儿去了 陈妍 你这个骚货 你还站在那儿傻站着干什么 死人呢你 你没看到我挨打了吗 赶快去叫保安呢 啪的一下 你说谁呢你 闭上你的臭嘴 陈妍直接给白池一个嘴巴 白池彻底懵逼了 你 你疯了 你这个臭婊子 你敢打我 信不信老子今天就开除你 不用你开除 我不干了 陈妍直接把胸前公司的胸牌 就给摘了下来 扔在了地上 你 白池捂着嘴巴 愣住了 我去 林海眼睛一亮 这妞不但漂亮 还蛮有个性的吧 这个时候 呼啦一声 几个保安拿着井棍就跑了进来 还愣着干什么呀 都是猪吗 这小子敢打我 给我揍他 白水见保安进来 威风劲儿又来了 几个保安一着厌恶 但是没办法 人家是经理 只能把林海围起来 朋友 这里不是你闹事的地方 识相的话 赶紧走吧 为首一个保安 朝着林海一时眼色 林海一愣啊 随后就反应了过来 你妹的 这什么狗屁白经理啊 在公司里真是不得人心 连保安都不向着他 你们是笼子吗 谁说让他走的 让你们揍他 揍你妹的个大呗咯 林海一个闪身 又到白池进前 抬起手啪的一下 又是一个嘴巴 直接把白池打翻在地 该让人打哥哥 哥哥先把你揍成猪头再说 林海扑上去 就是一顿全打脚踢 白池顿时一阵鬼哭狼嚎 几个保安互相使了个眼色 走上前去 他喵的 住手 卧槽 别打了 你是不是想死 放开我们经理 几个保安嘴里叫得挺凶 手上却只是装模作样的 拉拉拉林海 根本就不用劲 有个小子甚至 还跟着偷偷踢了两脚 揍了好一顿 林海朝着白池身子 吐了口唾沫 才停了下来 你是叫陈炎是吧 林海扭头朝着陈炎问 是的 林先生 陈炎点了点头 露出了很阳光的微笑 没了工作 陈炎心里反而一阵轻松 再也不用受白池这个混蛋的骚扰了 既然你辞了工作 和我一起走吧 林海看了一眼白池 又看了看几个保安 陈炎很聪慧 立刻就明白了林海的意思 自己刚才可是也打了白池 林海是怕他走后 白池为难自己 谢谢你 林先生 陈炎朝着林海点头微笑 随后站在林海身后 打了人还想走 白池挣扎地站了起来 我说你们几个保安人吃屎的吗 快他们要得给我抓起来他 送到公安局去 我要告他人身伤害 几个保安是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哎 没有一个人动 我靠你大爷的 公司白扬你们了 再也不给我动手抓人 老子今天把你们全都开除了 美手的保安一皱眉 略带歉意地看了林海一眼 这位先生 我们也是有家有口的 需要这份工作养家糊口 对不住了 说完美手的保安朝着其他保安一时眼色 几个保安上前 有气无力地挥舞着拳头 朝着林海铺来 几位保安兄弟 职责所在 不用为难 尽管来吧 林海也是穷苦出身 对这几个有些正义感的保安 自然不会为难了 身形一闪 轻轻地推开了一个保安 林海又到白池的眼前 你这个欠揍货 你不是叫白池吗 呵呵我今天要不把你打成白池 真是对不起你的名字 说着 林海抬手 啪啪啪 啪啪啪 就是几个大嘴巴子 最后一脚将白池就给拽飞了 白池是一声惨吼摔在地上 动也动不了了 这个时候 保安已经扑了过来 林海是手脚启动 只是稍稍用力 就将几个保安轻轻地全放倒在地上 那几个保安也是人精啊 根本屁事没有 躺在地上不停地哼哼着 哎呀 你呀 你呀 林海拍了拍手 就要往处走 看来叶家闹事 还想走 忽然 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 最后 一股进风就到了林海的眼前 我去 高手啊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喜马拉雅搜索 幻音空啊